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我们人力资本的主题 我们再进行一个简要的探讨 那么这里面最早呢 实际上就是我反复强调的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学者和一个管理的实验家 就是泰勒他的这本书《科学管理原理》 那么在上一讲呢 也向大家推荐了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呢 是开启了管理学的这种先河的一个标识型的著作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这里面体现出了一些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 你比如说第一条 就是科学确定劳动定额 那么为什么要控制劳动定额呢 实际上是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 他的工作量实际上是一定的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会超负荷的去工作 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说在下一个小时 他可能工作的就无法达到定额了 第二种人呢 可能会偷懒 就是他在一定时间内呢 完不成限的定额 这里面呢 就对工厂的启示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科学的决定一个定额 然后告诉工人 你们在一定时间内就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 那么最初的我们单位实际的工作量就是从这来了 第二个呢 就是科学的选拔和合理配置的员工 这个我想请大家都比较理解的 这是我们人力资源的选拔和配置的两项基本功能 让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 基本的原因就在这儿 第三呢 是科学培训员工 因为我们有一些工厂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操作的规范 我们有一些让员工所具备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 我们要对员工进行培训 让他更加符合这种工厂的要求 第四呢 是差别纪件的公司制 这里面应该就是说工作的多和少所拿的薪水是不一样的 那么质量的好坏拿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此呢 起到一个激励的效果 第五呢 是人员素质 这里面泰勒提出了在工厂工作的人员需要有九种素质 那么他指出呢 同时具备三种呢 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同时具备比如四种 五种 六种 就发现就比较难 因此呢 就是说我们在有这个人员素质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些内容呢 在员工的这种选拔 配置以及培训方面呢 就有了一个标准 给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探讨的能力素质模型是非常像的 那么第二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呢 是法约尔 他提到的是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 他是在泰德的基础上也探讨了一个工厂里面的管理问题 他主要指出呢 是企业呢 要实行克森制 就是要有厂长 要有这种部门经理 要有工厂的领班等等 他发现这样的对企业的这种运营效率是比较好的 那么再次之后呢 就像我们上一讲讲的呢 就是进入了这种管理学的行为学派 那么这种行为学派呢 实际上呢 对于这种人性假设来说呢 实际上呢 它是人类资源管理和开发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这里面就提出了就是我们对人呢 有不同的这种假设 比如说经济人的假设 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假设等等 那么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这种假设呢 实际上是行为学派的它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在之后的本讲的之后那种人会详细的介绍我们这几种人性假设 行为学派的基本观点呢 就是说 我人不光是追求这种经济利益的 他同时呢 也追求一种 他有一种社会的需要 比方说我们就非常希望我们归属于某个群体 从属于某个群体 这是本身的一种人的社交的需要 所以呢 就是说参加社会活动是满足人的这种精神 还有心理的一种基本的这种需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以此所进行的人力自愿管理呢 它应该是注重人的这种社会性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说我们行为学派的 它里面更进一步呢 它提出了在上个世纪六年代提出了一个决策人 就是说人有决策的这种需要和行为 就是说 举个例子说 我不光是想去执行 我还发现我特别想能够为这个组织的发展 提供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就发现我能为这个组织的发展做主 就是员工需要有参与 他本身有决策能力 他自我呢 也希望去参与 那么相应呢 就带来了一些企业文化的这种 之后呢 就带来了一个企业文化的影响 这个是企业文化的学派呢 等于说是对这种行为学派的一个极大成的这种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发现就是说 如果能能有效的由一个群体的价值观 来引导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那么它的作用就非常好 我所理解的企业管理呢 就是用一的管理来实践二的作用 就是说我用更少的投入来积更好的激发员工 那么发现呢 这种文化所起到的作用 就非常好 所以当时呢 也形成了一个学派 叫文化管理学派 这里面所进行的一些管理呢 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之前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来控制人的行为 改变人的行为 激发人的行为 那么在这儿呢 在文化的这个领域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开发人的观念 怎么来转变人的观念 你会发现这个人如果观念变了 他的这种行为就会变 实际上企业文化的这种观念呢 是更加的接近了人的本质 就是人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常说改变观念 其实上比有时候比改变你的习惯 是更为重要的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管理理论中呢 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思想 比如说之后我们有个系统管理学派 这个学派呢 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待 他认为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是有多种多样的这种系统组成 比如生产的系统 管理的系统等等 这种系统 信息的系统等等 那么他们认为呢 就是人是这个系统里面的第一因素 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是企业的主人 其他的要素呢 都从属于人 那么他是其他要素的这种组织者 只有人能把这个其他的物质的厂房的 等等的资源把它组织起来 那么在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全面的理论 全面理论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管理思想的理论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情景是变化的 所以呢 管理也是有相应的变化 那么对不同心理程度的人呢 实际上应该采用不同的这种管理措施 你比如说举个生活中的例子 小孩可能吃个糖就可以激励他 但是大人来说呢 你吃个糖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他的心理程度 心理成熟的程度呢 已经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可能讲他一台车 他会好好干 等等嘛 会有一些这样的理论 那么这些理论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的 一个思想的渊源所在 在其他的一些管理学科里面呢 我们也简要提一谈 比如说德鲁克的经验学派 我们在开篇就说了 德鲁克指出了 人是企业真正的这种资源 德鲁克呢 把企业的资源分为三种 资本 人力 和时间 那么他认为真正的资源呢 就是人 之后呢 哈勒洛孔次的管理程序的这种学派 也研究的 指出了人事管理 是企业的职能之一 非常重要的职能 然后他也特别重视对管理人员的 这种知识的储存和培训等等 这些思想呢 一起构成了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 思想的基础和渊源 好了各位同学 以上我们这一节介绍呢 就是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理论 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 在管理学中所体现的思想渊源 好 谢谢大家